大家好,我是罪影,今天给他带来一期全黄九七原版的实况比赛解说,这场比赛来自于黄义和广告 黄义也是号称鬼步王,咱们来看他开场用大猪作为始发呢,那时候大猪也可以抖鬼步 一发指令他把他抓住,八神这个极限风鸥,闪神不可能闪过去的这样闪 也不知道八神闪神异于何为,现在逃当手,好 八神终于找获着他属于自己的节奏,推划三神到角落 黄义在角落的话他不敢乱动,只能做一个防御动作,不断切防 让八神不被八神抓住 指令头以后看八神,大猪开始反击了 这个反击动作慢慢又被八神逼到了角落,毕竟是属于一个防御型选手嘛 对,进攻能力着实有那么一点差,现在八神 哦,快速跳个压,一手跑抓血风,好漂亮 可以花三时间的带走 其实九七里面的八神真的强,热门程度太高了 接着来看黄义的猴子和东杖,后面还有 其实黄义选择的都是比较冷门的 东杖属于冷门了吧,在九七里面,猴子用的也不多 现在八神开始跳入,因为能把猴子用好的真的不多 你捎一下,噶击噶击噶击噶,噢,穿到以后就是大招了啊 非常犀利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回合 大猪用的还是蛮多的 第三个回合,看广告的 神乐千鹤一般都是把陈国瀚放到第二位,集气用 这一局猴子又开始噶击了,噶击噶击窜来窜去 神乐千鹤是追着猴子打 看能不能追得上 噶击噶击 哎 好 其实哎呀 这个闪身又把他给拿住了 超必杀哦 神了千鹤 也是没有发挥的实力 就这样跪了 接着看广告 他下一个玛丽 玛丽也是五强选手里面的角色 你看玛丽就开始了 嗯 小鹿 猴子隔击隔击穿来穿去 玛丽对他也是束手无策呀 这该怎么打 先告一首CD吧 然后再选球解释 但是猴子又一个隔击穿住了 哎 四连刺解笔杀来了 就啊 这套 就这样黄鹰拿到了第一分呢 猴王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继续主力之战 好 广告还是使出了巴赫马 这个组合 比较热门的组合 开上黄鹰用大猪手法 再看这个大猪这对 这次巴赫改变了一下 策略感觉 开场来了一番下中脚 嗯 下反应下接转锤 巴赫抓一下 跳入 压住 嗯 回手掏个波 哎 亲手 哎呦 对手又切防了 又切防了 黄鹰的切防还是挺犀利的 抓过来一手 说看巴赫 一闪神抓卸锋 这个摇锤没有摇到 还是被闪过去了 现在跳入 哦 想抓卸锋 因为这还是被狗腿抓住了 你切防我先出狗腿 这样的话必中嘛 好的 来看下一个回合 看黄鹰他的猴子 猴子直接跳起 哎 巴赫也是直接弹了过来 现在猴子再次跳入 骗了一手 但是骗cd之后 猴子也并没有大招开过去 巴赫跳c又压住了 这一次不断的亲手 哎呦 飞枪脚 这样也能飞出来 巴赫没有封得住他 感觉这个巴赫封不住他 有点 虽然说封不住 但是属性上面巴赫还是碾压的 接着来到黄鹰的东帐 东帐也是黄鹰的这个信仰 对总是放到最后一个 现在的话 现在东帐开始压制了 巴赫影子闪身了 嗯 刚一手 中了铁 刚一手 青拳 哎 两点三点血风 没有气啊 刚才 如果有气可以跟大招的 现在巴赫一路追着压 好像也压不住 嗯 其实打 打黄鹰你一定要打出气势 把他气势给压下去 如果反而你让他气势起来的话 那你就惨了 真的猛 他气势起来 现在看广告的神乐鲜鹤又来了 哦 开上来一发cd 东帐下班跟旋风 神乐鲜鹤再来一个注尺中落梯 哎 闪到背后 看东帐再跟旋风 神乐鲜鹤注尺压制 嗯 哎 旋风 哎哟 这个东帐你看又开始浪了 又开始浪了 神乐鲜鹤金 两点被缸出来 东帐继续走一个中落梯 走一个中落梯都没有中 一直在凹 用这一个闪电梯怼过去 嗯 好 血量都不是很多 但东帐还挺执着 对空 这个对空漂亮 判定对手会跳 接下来就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玛丽了 东帐打玛丽还是比较难打的 不如猴子好打 现在东帐直接暴击 准备给他来一发狠的 看能抓到超比杀 能抓到超比杀 这一场就有戏 哎 菲西闪电梯 哦 马力 马力蒙了 又一个鬼不走过来 你看 哎 他用这一招中了梯 没想到马力有一个驾招 这就非常尴尬了 神龙甲 不行了 菲西 破绽太大了 一旦被搞到角落 黄翼的心态容易爆炸 现在看广告 拿到了第一分 双方比分也拉平了 这个技术在波奴之间 打得非常精彩 下一局 黄翼还是这个阵容 广告也没有换阵容 来看这一局 有没有精彩的操作 好的 要开始了 广告还是用八神 做了个手法 对抗对面的陈国汉 呃 葵花硬钢吗 这是 大猪 你看cd轮过来了 也 咕咕咕 滚住 不然 咕咕咕 转锤 可以的 哎呦 八神血量不多 但是他还是有机会冲杀出来的 跳 跳地 没有抓卸锋 没有抓住 反而被大猪反抓了 被磨的也是有点击倒 哎呀 又想闪身 感觉广告的闪身挺多 一直想闪到对手背后或者是闪一下 黄鹰需要注意一下他这个闪身现在 接着看广告的神乐千鹤 哦 跳入 咦又闪了 转锤一下 切换一下身位 现在用影子助磁 飞身过来 让你防不胜防 防不住 近身贴身 再来一个套 大猪有点慌了 哎呀 大猪他真的跳了 一慌就容易跳 一跳 那就会挨打 也在身上千鹤的预料之内 下一个回合黄鹰的小猴子出场 哎 猴子又开始葛吉了 又是这个套路 对 葛吉起来 虚气 葛吉起来 扰乱对手的视线 然后葛吉起来 打了对手节奏 就这一个打法 哦 生了千鹤 试图近身压制 但是想压住黄鹰的猴子 谈何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葛吉葛吉 三连撞 带走 好 接着又该玛丽了 看这次猴子 能不能把玛丽给拿下 这个玛丽 是广告的杀手锏 打黄鹰的杀手锏 现在猴子又开始葛吉葛吉 飞起来了 嗯 挑入 压住 进身 挑地 压 一手 嗯 有气就要钢CD 这个也要是 也要体会到这一点 你强压的话 对手钢CD的这个面 肯定挺大 哎 两点接住 玫瑰 猴子基本废了 一点血基本废了 接着看黄鹰加一个东杖 泰拳高手 东杖也来了 哦 开场来一发闪电梯 这是让人 意外的一个打法 呃 宝甩 升龙甲 一下 跳地压住 跳地压住 谨慎压住 东杖 哦 东杖浪不起来 连续的贴身这种小金角 然后继续压 哦中招了 升龙甲带走 这一局让东杖体会到 什么是被压的喘不过气来 就是这样子 一直跳地小金角 跳金角压 好的广告拿到第二分 接着看下一局 这一局黄翼 还是猴子 大猪 还有东杖 哦 这一局霸神有点急躁 小 小脾气挺暴躁 闪身也被转 大猪这一局好像要对这个节奏变快了 霸神需要适应一下 对每一局的节奏感觉双方都始终的使用的不一样 让对手猜测不到 难以适应 哎呦 霸神就这么废了 这一局霸神是等于送了一发人头吧 连续的跳被封下来 然后来到第二个回合 看广告的神冷清贺 看神冷清贺这一局能不能收掉大猪 转锤一下 嗯 转锤一下 神冷清贺做一个防御动作 大猪呢 跳地咕噜 哦 跳地直灵头来了 然后大猪继续咕噜过去转锤 好漂亮 又一个闪锤再来转锤 刺激 直灵头来了 刺激 这神冷清贺没血了 突然发现神冷清贺已经没血了 还没有过几招呢 这直接就杀到玛丽了 广告这局怎么回事 还没有适应黄一的这个套路 咦 玛丽在那时候也不行了吧 假如把他揪过来 好不好 帮他抓一个指灵头 好 玛丽还是打出来样子了 这局 咦 呦吼 暴气以后 C轮 狂轮 直灵头 哇 血量一点一点又拉过来了 呦 跳一下 稳住玛丽 哎呦 玛丽没有压住 又叮了 血量不多 玛丽应该是慌了 不要被穿三了 这一下子 这面子给往哪放了 哇 真被穿三了 现在比分二比二 没想到用大猪来了一发穿三 这又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啊 黄云打比赛意外总是挺多 有时候会被对手打崩 要么就是打崩对手 那咱们接着看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双方应该使出他们的权力了吧 咦 先跟一发底波 八神这一局准备打 大巨战啊 牵制对手 不能像上一样 场一样被大猪给打崩掉 跳入跳入 咦 切防 没有抓住 近身想抓血风 意图非常明显 但是总是被黄云识破 这一局黄云又抓了他一发至临头 一声一下 跳住 跳入 中手挠 葵花 搞 哎 跳地 又被抓了 拽齐了啊 八神的那个跳地居然没有接上招 总是这样子 每次都是差一点点 第二个回合广告的 深了千鹤出手 哎 深了千鹤注尸 背钢 大猪蟹推过来 推 就这样 一步一步向前推 转锤 磨一下 哦 闪着边再磨一下 直领头抓一下 难道说这局又要穿三 不是吧 哎呀 看了局有戏这局 哇 神了千鹤又急了 又成这个样子了 其实看广告最后一个玛丽 来看这个玛丽这次能不能拿住 陈过汗 这个穿三穿的有水平了 刚才那一波 这一局看能不能再穿三 哎呀 还真有戏 你别说 哎呀 血量是疯狂的下降 被压到角落了 懵了 广告再准备赌一把 跳 跳地 抱摔 带走 两次跳地 黄翼也是没有动 对 定睛思考了一下 但是在 在他思考的同时 玛丽已经开始出手了 接着看黄翼的猴子现身 哎 猴子跳入 飞翔角跳入 快击 哎呦 哎 圣龙夹背钢 猴子在的牵略性的挠一个跳 C 跳入 可击 哎呦 是零头抓不住 停 飞翔角结必杀了 带走 很快 还是被黄翼收掉了 大家来播关注 每天更新 精彩队人视频 请不吝点赞